图级检查,还有一个月DLC就发售了 让我看看是谁还没有过女武神 当然啊,没过也不要紧 今天就让我呢,为还在被连连摩擦的各位同学 带来四种最简单的女武神,包爽打法 废话不多说,我直接上干货 首先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古老死亡怨魂 其实呢,这也是我认为最简单,变数最小的打法 有朋友在我之前的法术速杀视频下面提到 自己用这个法术打连连的时候啊,觉得伤害特别低 而且大哥呢,也不像我的这样听话 其实呢,这个打法的核心就正是如何养出一只 能老老实实复读法术的听话的大哥 那么接下来,我们直接用实况演示 为大家进行详细解说 这里呢,我使用的是一个148级的角色 30血主要是为大哥点的 能让大哥吃满一套水鸟或者说星红艾尔尼亚 也不至于直接尬了 而对我们自身而言呢,其实没有任何的血量压力啊 当然,各位你要是觉得血少了,请自行往上加 只要你想,加到99也没有人管你 34级中,能让我们在使用卢色特账的前提下 可以连发6次古老死亡月魂在古兰 耐力随便碟,15-20基本都够 80智力33信仰,基本属于法业标配就不多说了 装备方面,右手卢色特账 左手带任意圣影剂加buff用 护服呢,选择最基础的法师套装 魔力队歇,魔法师球,魔法师块和剑斗剑 本来我也考虑过要不要带葛弗雷肖像 来增加蓄力师法的伤害 不过呢,我觉得蓄力对新手玩家而言 未免也算是增加了操作啊 所以说我们不搞花活,直接无脑连发就可以 记忆格只带黄金树立师 夏波莉莉思吼和古老死亡月魂 灵药选择戴魔力破鲁迪加智力流结晶 接下来进入实战 我们喝灵药,上黄金树立师 夏波莉莉思吼,补满蓝 然后重点来了,把身影机拆掉 然后进门召唤大哥,补血 这样的操作是让召唤出来的大哥 他只带了一根法杖 且科学法术,尤其只有古老死亡月魂 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 大哥就会极大概率的只做同一重复动作 也就是使用右手的法杖 释放古老死亡月魂 好了,完成操作之后 我们锁定连连连打三发古老死亡月魂 此时连连基本也来到了我们的面前 不用犹豫,直接跑远 第二个重点 尽量让连连离大哥的距离比离我们更近 这样他就不太会主动攻击我们 但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说古老死亡月魂是一个追踪性极强的法术 但他的射程是很有限的 所以说我们不能跑得过于远 各位可以目测距离 在我的这个距离施法 基本就可以保证法术命中和自身安全 可以看到即使连连放出了水鸟也难逃一死 进入二阶段之后 我们第一时间解除锁定 然后绕开右前方的这几朵花 往前面的雪地方向跑 花的下方是连连摩前的空气墙 如果不绕开的话 可能会被卡住然后秒掉 跑到前方雪地的位置就基本安全了 我们回头锁定 继续连发古老死亡月魂 就可以轻松地解决二阶段了 这里我说一下为什么不带亚兹勒会心 把连连一波击死 还是老原因 如果给了大哥两种法术的选择 在一阶段大哥就会反复切换法术进行攻击 让我们失去了 双古老死亡月魂的连续压制能力 且古老死亡月魂的伤害已经完全足够了 哪怕二阶段大哥被秒了都可以轻松搞定 上个视频里我说过 法身能做到的我们导爷一样可以做到 只不过需要多身十级 多的等级主要是点到集中力上 保证我们能在二阶段一管蓝把连连颠死 摄影剂选择龙响应机 副手带颠火摄影机白票增伤 护服选择火堆蝎 李治角群聚信毒力士部和线斗剑 李治角能够保证我们在颠火的过程中 不会因为发光被打断 此外呢我们还需要带一个发光台药 灵药则是选择带火波罗迪和无限蓝 虽然说这种打法不招骨灰也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为了帮助大家包过 还是能招则招 让黑刀姐帮助我们补充一些伤害和控制 接下来我们还是进入实战 门口上黄金树立士 夏伯莉莉嘶吼 进门招黑刀 捕蓝 让黑刀姐先上 我们找一个连连的攻击后摇 吃下灵药 接近它 然后开颠 蓝带颠火在我们距离越近的位置 伤害效率越高 快速高频率的攻击 能够压制点蓝 让它无法还手 所以说呢 只要命中了第一下 基本就可以宣告战斗结束了 旧二阶段还是一样 让个花丛跑到雪地上 吃一个发光台药 清空理智条 这里如果各位的蓝不满的话 记得要先把蓝补满 我们耐心等待新红奥尼亚结束 然后走上前再次开颠 只要能命中 就可以非常轻松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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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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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